杀了他 杀了他 干什么啊你看 你怎么当初情的啊 你怎么这样的小孩了啊 说杀了就杀人了 这对父子嘴里喊着杀了他 气势汹汹的直奔居民楼 这个他是谁 事情还要从陈爹爹的孙子乐乐说起 乐乐出生29天后 就被妈妈于飞带回了娘家 从此以后 陈爹爹再也没见过孙子 如今孙子已经5岁了 四孙心切的陈爹爹 在吃了几次闭门羹后 开始怀疑 孙子乐乐不是儿子陈元的血脉 陈爹爹还拿出了乐乐满月前的照片 照片上的婴儿粉粉嫩嫩 十分可爱 经过对比 记者认为 乐乐的长相和陈元很有相似之处 而陈爹爹和陈元却持相反态度 并表示 当时于飞怀孕的时候就莫名其妙 不仅在快临盆的时候才回来 更是五年不让父子见面 这不是心里有鬼 是什么 父亲越说越气愤 决定再次去探望乐乐 并找于飞问个明白 记者刚到于飞家楼下 就碰到了于飞的父亲 双方一见面就激烈地争吵起来 于飞父亲情绪很激动 并不是阻止探望 而是陈家父子不仅不支付法院判决的抚养费 还怀疑孙子不是陈元的血脉 于飞父亲说到这里 就气不大一处来 扔下一句 什么时候支付了抚养费 再来说看孩子的事 便转身上了楼 陈家父子并不肯就此罢休 也跟着上了楼 然而却被告知 乐乐在幼儿园上学 无奈之下 陈家父子只能前往幼儿园 这一次能如愿见到乐乐吗 幼儿园老师告诉记者 乐乐确实在学校 但是需要先经过监护人的同意 于是记者打通了于飞的电话 您可不可以就是给幼儿园打个电话 让他见一见小孩呢 于飞一听到记者来意 便果断挂掉了电话 于飞的态度之坚决出乎记者预料 难道真的是因为抚养费 而阻止父子相见吗 陈元告诉记者 离婚后 他曾经支付过一段时间 但是根本见不到孩子 便在陈爹爹的要求下终止支付了 陈元表示 他愿意支付抚养费 但前提是 要先跟孩子见面 然而此时 陈爹爹却突然跪下 并哭闹着说 他为了见孩子 已经跪着 求他们好几次了 于飞却不为所动 乐乐的舅舅还打人 陈元默默地 扶起两鬓白发的父亲 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明白 为何见面会变得如此艰难 回到家里 陈爹爹拿出了一份化验单 化验单显示 陈元不能生育的可能性极大 这是谁啊 这是我原来的那个习妇的 她是你媳妇 对 那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的事情呢 拒绝亲子鉴定 陈爹爹告诉记者 去年于飞拒绝了做亲子鉴定的请求 她就让陈元去检查身体 检查结果更加印证了她的猜测 照片上的于飞美丽大方 可是照片上的字 却将她的美丽打入谷底 难道于飞真的做过这些不好的事情吗 临近中午 乐乐也快放学了 陈家父子决定去幼儿园见乐乐放学 却被告知 乐乐已经被家长从后门接走了 幼儿园老师告诉陈元 乐乐聪明好学 会弹琴 会画画 胜周六的围棋比赛还获得了一等奖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男孩 这是陈元第一次对儿子有所了解 听到儿子这么优秀 陈元却并不高兴 他担心 缺乏父爱会对乐乐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一想到这里 陈元越发的想见到乐乐 于是 陈家父子又来到了于飞的住处 可是 不管陈元如何敲门 房门依旧紧锁 陈元拨通了于飞的电话 于飞在电话里明确地表示 想看孩子 先把欠下的抚养费付清 可是 陈元却坚持 在确定乐乐的身事后 才会支付抚养费 双方僵持不下 陈元表示 他不想再这样不明不白地继续下去了 他今天必须跟于飞要个说法 于是带领记者来到了于飞的工作单位 当得知记者来意 于飞情绪很激动 他告诉记者 乐乐是个很敏感的孩子 他不想因为陈元的猜疑 伤害乐乐 当提到于飞和陈元的感情时 于飞更是痛斥 于飞对陈元没有一点好印象 而且不管记者怎么劝说 他始终不愿意让父子俩见面 陈元见到于飞如此态度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离去 陈爹爹告诉记者 于飞就是一个眼里只有钱的女人 毫不讲情面 不仅不让他们看孙子 更是以不支付抚养费为由 将陈奖告上了法庭 现在陈家的房产也已经被冻结了 并控诉于飞将要把他们陈奖逼上绝路 于晨两家为了孩子的问题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为了解决问题 记者联系了于飞的父亲单独交谈 当时有女婚 就是个老的起的因素 我先就是他起诉女婚的 像反应起诉都没有告诉我们 这一番就是她 他 别人还是认识她的人 都这么说 就是这个人 你是不能认识的 于飞的父亲告诉记者 女儿的婚姻走到现在这一步 全是陈爹爹从中作梗 于父更是拍着胸脯表示 于飞从没做过对不起陈家的事 而且于飞已经离婚四年多 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 从没想过再婚的事 如今的一切全都是陈爹爹在无理取闹 于家父母表示 以后不会再管女儿的事 更希望陈家不要再上门闹事 当记者把于家父母的想法告诉陈元后 陈爹爹却说 陈元没有做主的能力 一切的事情都由他帮陈元抉择 听到父亲的话后 陈元突然情绪崩溃 陈爹爹试图劝说陈元 却被儿子的口不择言激怒了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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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 你看 你怎么当父亲的啊 你怎么当小孩了啊 说下来就杀人了 记者极力阻拦 冷静下来之后 陈元告诉记者 他三年前就已经失业了 现在一切开销都靠父亲的接级 他也很想支付抚养费 可是他没有钱 父亲又不同意 说到这里陈元低下了头 一个男人的自尊 仿佛被父亲的言语 踩在了脚底下 从于家回来后 陈元就把自己 关在书房里练字 陈爹爹自责地告诉记者 当初于家人看不起儿子 他便逼迫儿子离婚 儿子自从丢了工作之后 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让陈元受尽挫折 仿佛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陈爹爹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 抹着眼泪 他也真心地希望 儿子能够挺过难关 第二天 记者约了于飞 商讨抚养费的事 于飞告诉记者 当初他怀孕的时候 陈元对他不管不顾 还在外面找了女人 他在怡气之下回了娘家 可是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他从未想过要离婚 可没想到 陈元竟然怀疑 乐乐的身世 这段婚姻走到这一步 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他表示 他可以带乐乐 去做亲子鉴定 证明清白 为了乐乐的心理健康 他也愿意让父子见面 但前提是 按照法院的规定 支付抚养费 并且每次见面 都由他来安排 陈家父子也欣然同意了 即使夫妻离婚 乐乐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陈元也享有合法的探视权 于飞拒绝父子相见 会增加孩子性格的敏感度 和心理健康 而陈元身为成年人 却事事都靠家长拿主意 不仅没有作为男人的担当 也没有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 希望双方都能反思自己 给乐乐一个完整快乐的童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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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